来看这一期意外事件 屏东马家乡牛角湾溪中午传出溺水意外 有一名年约47岁的男子被救起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生命真相 送医急救中 那我们来看到是屏东县消防局表示呢 今天中午12点51分是接获报案 在马家乡牛角湾溪上游深潭 疑似有民众溺水 消防局共派遣10车 警消18人 一消12人前往搜救 下午2点22分发现溺水的男子抢救上岸 但是来自高雄市的黄姓男子 已经没有生命真相 送往高雄龙总屏东龙泉分院急救 根据警方的调查 黄姓男子是溯溪团的教练 正在示范跳水动作 结果头撞到石头 不过事发的原因 警方还在进一步的调查 而这个区域是有利危险合育的牌子 提醒游客不要下水以免危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